大家好 现在给你们介绍一下 在时局评论之前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新买的这个 麦克风哈 6米长 就是这个 就是你你在使用它之前 这个一定要打开 这里头有一个支架盖大的电池 你要把电池下的那个塑料薄膜撑出来 这样电池才开始运作 要不然你说话就没声音 还有它这里有一个camera档和phone的档 那phone就是麦克风档 不要放到camera档 昨天放camera档 射了一下没声音 哑巴 它可能是这个照相机摄像机用的时候 用的 那现在咱们就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哈 你们去到media market或者所有的电器键去购买 三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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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米长 然后呢 优点就是它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防风的那个海绵套 套在这个麦克风上 然后呢 再加在这里就可以说话了 没什么难的技术哈 就是这么一点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讲讲小燕子现象 折射出来的中共的内斗 其实习近平九年来 这个一直都没有搞定曾庆红和江泽民家族 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在他这个 在他当组织部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期间 也十多年吧 复制的所有的人马 现在都正好使用 曾庆怀八十岁 曾庆红八十三岁 现在正好使用这些六十岁五十岁的人马 都是他安排的 所以正好好使啊 你看新上来的这些赵乐际啊 还有刚下去的这个孙力军啊 傅政华啊 都是曾庆红布置的人哈 所以就习近平一直就没打进去 你看你有一个地方能看出来 曾庆红的势力 你如何如何的广和如何如何的别的派别打不进去 就是曾伟和曾宝宝的出生年月日 或者是曾伟的照片 谷歌上都查不到 这就说明曾派势力之大 你一个习近平那习明哲 啥啥啥都暴露了哈 嗯再暴露也也不如曾伟隐藏的厉害哈 所以这这都能看出来 曾家势力比习家势力大 呵呵呵就一直都没搞定 现在好像是今天报道出来 这个曾宝宝什么说屁股管不了脑袋 呵呵好像定于一尊 他就是定嘛定管不了脑袋 实际上是这意思 脑袋管不了定 呵呵脑袋管不了屁股 呵可能是这个意思哈 呃 谁的脑袋管不了呃 这个定于一尊的那个定啊 那不就是曾庆红吗 可能是失事了呗 也可能哈 这都是猜测 呃 呃 其实小燕子现象 打赵薇的现象就是呃 呃 习近平整不了 增加系统的人 所以就拿软式的捏呗 小燕子也没啥后台 唯一的呃成年三十岁成名以后的 这个这个后台就是增增加势力嘛 所以 习近平打不了这个这个增增加势力就打这个小燕子呗 拿他说事 然后给增加示威 我要动你了 你最好早早的自己 交出我这个退出我这个退出历史舞台吧 招交出所有的特务名单哈 据说有好几千的好几万的特务 曾这曾庆红派系的 呃都这几年都没有交给这个 习近平 他拿小燕子说事 其实他就是拿这个打打增系 打曾庆红这个系列 江争事业 这这等他退出自动的退出 和交出这些重要的习近平希望掌握的东西和权势以后 他才会放过小燕子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 小燕子就给大家当软柿子捏了呗 就是一用机不好的话就是打狗看主人嘛 这个就是打这个狗是给那主人看的 实际上就是给曾庆红和曾庆怀看的 所以就使劲打小燕子 原来他们都敢帮小燕子说话 这回都不帮小燕子说话了 基本上就是认怂了吧 因为年龄太大了 都80多岁83岁的人 都不过60多岁的人了 又干脆就交权吧 还能保个在家想想国籍待遇 富国籍待遇 就这意思 所以这就是小燕子这一段时间糊里糊涂被打压被下架 也没有个罪名 就是这原因 抱大腿抱错了呗 你要抱抱抱抱堂朝的皇帝还行 抱这个这个 呃 康乾盛世那乾隆的大腿也行 就是选边站哈 选边站要选对 选不对呢 那就是现在这个结局呗 好 还有啥呢 呃 呃 现在就是给大陆打电话也就网易通啊 其实不是电话了 就是越南人播 呃 我来口讲 就是网易通 都是网络上讲 所以 呃 基本上都跟大陆人都是这么讲 呃 那个那个 前天那个人还说 你怎么不跟习近平讲这些呀 我说习近平啊 他现在不是民选的 讲也没用 他也不跟你说话呀 说不上话呀 四年前我的自媒体都跟他说了 他也不说 他也不不听你的呀 他就是 不是民选的吗 大家对他有意见 一骂他他就拿马克思党箭牌大锅盖 然后再骂他毛泽东一个大锅盖 党箭牌 呵呵 然后再骂他他就说共产党 呵呵 他就拿这三个当党箭牌大锅盖哈 党大家的骂声 这样维护自己的权利 还能维持一两天 网汉语兵动态网一点 COM 这样你就能看到真相了 真正的真相哈 那是天下第一内参 看完了之后呢 你就能够用清醒的头脑看善看恶 呃 反正 习近平 曾庆红现在争斗要见中小 见见见 见最后这个这个结局了 因为真这个习近平要当皇帝嘛 然后呢 开完党代会就能当皇帝了 所以增加 不管怎么都好像都是在让吧 呵呵 也可能还要垂死挣扎 这都是狗咬狗一嘴毛了 增加是很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这这二十多年也没干啥好事 习近平呢也不是为人民哈 所以就狗咬狗一嘴毛 但是习近平的优点就是没有参与器官活摘 没有参与灭佛灭道的运动 哈 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要掌握 哎呦我这一一一一动 他就他就他就 六米嘛 一动他就跟着动 好 谢谢大家 暂时就想到这些 希望大陆的朋友 这个 经常看我这个自媒体哈 我是不一定每天都做 但是呢 有印象最深的每准一天做三个 都不长六分钟啊十分钟 没有印象最深的一星期也不做 不打动我的事啊 我就不讲 印象最深的 值得给大家提一个醒的 或者其他媒体没说到的 亮点 我就认为是印象最深的 好 就要告诉大家 关键是揭露 中共真面孔 让大家别 在被灌输的谎言中生活啊 再见 谢谢大家 这个角度是最好的哈 就是希望大家 每天都 呃 能够翻墙吧 这 动态网 汉语拼音 动态网 一点 COM 那个是天下第一内参哈 我讲的呢 今日印象最深的就是 透过表面现象分析它背后的十字哈 这小燕子现象大家都不明白是咋回事 他没罪状啊那些罪状都是炒冷饭 那怎么回事老整他 实际上是习近平要动 曾庆红又不敢动 先拿 小燕子试试行情 就是 逼曾庆红表态 是不是能够自动的退出历史舞台 交出所有的 呃 间谍戏啊 金融戏啊 经济大恶这些细的名单 啊 归习近平所有 分奶酪吗 分蛋糕 把蛋糕都给我 不给你分 就这意思啊 再 见 别以为打小燕子 其实不是 那是表面现象 那是 那是 是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